蘇貞昌把自己比作原重患 民黨敗選之後 內閣改組的時辰跟仁選中說 紛紜 蘇貞昌最近動作頻頻 先是普發獻金 又核定了矽東縣重大建設 被外界質疑是撒幣救官位 那蘇貞昌在昨天說 不要像父子齊磊一樣 這樣也罵 那樣也罵 不要一直罵他 他說原重患不死 清兵怎麼入關 昨天這句話一出 大家全部都跌倒了 因為跌倒的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現在我們好像據說我們的 歷史課已經沒有再交原重患了 所以很多人 要光要查原重患 就已經很辛苦了 好 這個時事評論員說 那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指的是蔡總統 是那個亡國之君 崇祯皇帝嗎 拿明朝的官 把比這個中華民國的事隱喻失當 吳子佳說 蘇貞昌心裡對於蔡英文 應該是充滿了恨意 因為這個話 聽起來就是很萬談 他的意思就是說我是忠誠 你把我換掉 那你就是無能的崇祯皇帝 我幫你守住了關卡 結果 現在你把我換掉之後 清兵 就是賴清德就入關了 你看你把我砍掉之後 等一下賴清德就會入關了 寒明哥說 明朝的亡國之君 崇祯曾經說過 無非亡國之君 辱皆亡國之臣 還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這一點他覺得 孫昌跟蔡英文真的是挺像的 到了今天上午呢 孫昌再度又要趕快再繼續 把這個話說得清楚一點 他說歷史是一面鏡子 那我是以鼓建金 呼籲國人同胞 在當局局勢險惡的時候 險惡不是惡 險惡的時候 要大家一起團結對外 不要再中了分化離間祭 而再次上當 那好 那首先呢 大家對於這個 這個歷史故事就是 到底當時元崇煥 跟明朝的最後一個皇帝 崇祯皇帝之間的這個故事了 我先請問一下亮哥好了 亮哥 我們的歷史課已經很久 小時候沒讀好了 大概現在的歷史課本 也沒有這一段 這個蘇貞昌應該是翻箱倒櫃 把課本都翻出來之後 找到了這個元崇煥 但沒有想到竟然是 有一點點是在消遣 蔡英文的意思嗎 這個叫誤傷 這叫誤殺 書妹讀好 那個沒想到 我們蘇貞昌的中國歷史意識 如此濃烈 讓漢廷為之感動掉落 這個元崇煥大家都知道 就是 我記得他後來被殺的時候 北京市民還搶著要吃他的碎肉 是臨辭而死 對 死狀盛慘 對 對不對 對 這個 大過年的盛事 這個我們那個蘇院長 下台算是姿態還蠻美妙的 他可能是在氣 說怎麼我沒有撐到 讓陳建仁不敢來 陳建仁最後竟然還是來了 這個 事實上坦白說 沒有啦這個一個院長能夠撐的快要一個月 就是死不下來的 然後弄到這個全黨 來門繞半天 然後一下子吳子嘉猜對 一下子郭正亮猜對這樣 因為吳子嘉就是賭陳建仁會上來 我是賭蘇貞昌會 磕到最後 會凹到最後就對了 賭了一百塊 結果 對啊 結果沒想到 不只沒有撐住還被碎肉 你們賭竟然沒有揪我 好 這個 用緣傳換實在是不倫不類 請問清兵入關清兵在哪裡 他是指說這個他如果下來民進黨就撐不住了是不是 就是那個賴清德就會 沒有他有這個意思啦 就是說未來那個院長恐怕撐不住喔 他不是在講賴清德啦 他在講行政院長 他在講行政院長 他的意思是說 陳建仁有可能是吳三貴嗎 就他才守得住啦 只有他守得住 對啦只有我守得住啦 那到時候國民黨就長驅直入了 陳建仁接下來就要面對 國民黨的總質詢嘛 國民黨總質詢第一個題目就叫高端啦 我跟你保證 對 而且王鴻威要去了 百分之百對不對 王鴻威大概已經把所有那個高端的資料都收集好 已經疊那麼多了 這個陳建仁真的第一關就是要面對高端啦 那當然防疫又重新回到檯面 那當然這個蘇貞昌我覺得主要是在哀怨 他說我最能夠幫你擋住各種來犯清兵 那結果你最後還是不試貨 硬要找一些昏 不是昏君啦說錯話 找一些這個蝦兵蟹將來擋 保證你擋不住 王國之城啊 對 那沒想到無意之中把我們的英皇說成崇禎啊 不得了了 這個就更嚴重啦 事實上這個韓濱講得很對啊 崇禎是很勤政啊 對不對 我們小英義務院延長一年就禮了56次啊 你看多勤政 還蹲在地上 對 跟國防部在那邊討論啊 好勤政啊對不對 所以就是崇禎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這個基本上 他對於他周邊的那些忠臣啊 都非常的 就是我記得那個時候 有人在寫這個崇禎這一段嘛 就他基本上就是完全 柯薄啦 極為柯薄啦 不留情面啊 所以崇禎皇帝是個很柯薄的皇帝 非常柯薄非常有名的 所以崇禎就說的是 不小心就說到蔡英文是很 不然勤政怎麼會導致亡國呢 就他以為他很忙嘛 突破盲腸 事實上他是得罪了重臣嘛 你看最後要上吊之前還說你們是亡國之臣 對我不是亡國之臣 那後來李志誠攻破明朝 然後接下來就是用恐怖手段去勒索重臣嘛 結果重臣立刻就被勒索出七千萬兩的銀子 這段歷史我非常記得啦 所以你國家都快亡了 那家不齊心齊力 那到最後這個被攻破了 才發現大家口袋都罵克罵克 然後都不願意站在這個 皇帝的旁邊 皇帝旁邊分憂啦 就是這樣 那目前就有點這個味道 就是不小心指桑罵槐了這樣子 不小心的 事實上這個有好幾個意思 就是第一個接的人沒有他 沒有他厲害 所以你會擋不住清兵 那第二個就是 皇帝啊你眼睛真是瞎啦 這樣下去恐怕 不妙不妙不妙也 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蘇貞昌有一點這個 壯志未愁生先死的感覺嗎 但是問題是在歷史上 袁崇煥這個將軍 因為他曾經也錯殺了另外一位將軍 他其實是在歷史上 毛文喔 對對對 所以他其實在歷史上也是一個 非常具有爭議性的人物 好了問一下 他是澎湖福蓬喜萊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也是加分在加分 也許祈禁 去家裡 好 快還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